青天 如沼澤大的一片光明 藍天 勢必真明亮麗的白雲 一花不一息不禁 我的天水感情 不知不信 我不敏 情不大好真意 總是你的過雲天 我說你聽 我不信 那些不屬靈 凡平良心的明鏡 終就過去生命 黑白分明的眼睛 從不人情共鳴 身影不離 是你 換我 已是隱蔽 總已是隱蔽 從不搖擺 爭氣澎湃 退山撫海 總已是隱蔽 從不搖擺 爭氣澎湃 退山撫海 這花不一息不禁 我的天水感情 不知不信 我不敏 情不大好真意 這花不一息不禁 我的天水感情 不吹不息 我不敏 情不大好真意 更是終生情 也該到向皇上 並明一切的時候了 本王這就進宮去 王爺 萬萬不可 包大人為何阻止 進宮滅盛 秉明一切 又有何不可呢 王爺 此事滋事體大 又事出突然 包朕擔心 皇上一時之間 恐難承受 包大人之意 是擔心皇上不肯接受呢 事隔多年 而劉貴妃已是當今太后 若無足夠的憑政 的確很難讓皇上信服 那 以包大人之間呢 包朕已派人去 將陳陵陳公公接回京來 尚有許多細節 有待查明明清 一旦取得足夠證據 再向皇上起奏 較為妥當 包大人言之有理 只是 以皇嫂之意呢 二十多年都已經等了 再多等幾日 又又何妨呢 好 那就以包大人之間 王爺 不過此事還需密而不宣 還請王爺稍作忍耐 不動身色 本王明白 太妃娘娘 請先回府休息 包朕會差人確保安全 且容臣 與王爺在此 細商對策 好 那就仰仗二位了 好 夫人請 夫人請 請 請留步 兩位大人打擾了 這位公公有何指教 這位老夫人 咱家看著有點眼熟 不知是哪座府邸的親卷呢 這位公公是 是 咱家郭懷乃是太后身邊的內公總管 原來是郭總管 老夫人從未經過經 想必是郭總管認錯人了 哦 是嗎 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 不便久留 還請郭總管見諒 是是 二位請便 蛇妻 遇到 那套部的上海 住在哪座府下的地方 是不知何人 開封府的陛庭 那位老夫人呢 聽說是包大人的遠方表情 對方 和孟大人的陛庭 反來 也不虽然 这就是安神录 是 八王爷亲自交给奴婢的 说是只要用三个三五滴 就会让娘娘安睡到天明 真会有如此奇效吗 奴婢早上已经派人试了两滴 刚刚才醒过来呢 好吧 请 郭怀 奴婢该死 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心不在焉的 灰娘娘 奴婢在想你一个人 什么人呢 今儿早晨奴婢去八王爷那求药的时候 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 哦 她可是你的旧石啊 不不 奴婢只是觉得她的容貌像是 像是谁呀 像是 别吞吞吐吐吐的好吗 她究竟像谁呀 说呀 嗯 像是当年在冷宫里的李贵妃 啊 哎呀 娘娘 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你 你说她像谁 娘娘是奴婢一时眼花胡言乱语 娘娘您千万不要听进去啊 不 爱家要弄清楚 她真的像李贵妃 嗯 是 爱家 爱家才梦到她 你就见到她 她 莫非她真的是回来找我了 娘娘啊 李贵妃三二十年前 就被先皇赐死了 奴婢还亲自见过她的尸首呢 不会错的 她们只是长得相像 一定是别人 那个人是谁家的亲眷 到南清宫去做什么 回娘娘 奴婢打听过了 她是包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 是去拜见八王爷的 包拯的表亲 这包拯一向是公司分明 从未听说过她曾带清卷入京 即便如此 又怎会前往南清宫去拜见八贤王呢 这 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 那就去查清楚 不但要查清楚那人的来历 也要查清楚包拯最近的行指 大事小事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的 知道吗 是啊 是 奴婢遵旨 大人 八王爷已经知道 太妃娘娘依然健在 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出面 大人平凡此案的机会 势必大增 不错 八王爷身份特殊 也较容易取信于皇上 等陈陵底经查明细节之后 便可着手进行 还请娘娘再多忍耐给予 但愿不会横生枝节 娘娘 此事一直觅而不宣 学生相信 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 不 哀家认为 不会如此顺当 娘娘何出此言 日见哀家离开王府时 遇见一个人 不 但不知遇见何人 郭怀 郭怀今日的确奉旨 去王府巷八王爷求要 难道会如此凑巧被她碰上 不错 而且她还将哀家拦了下来 难道她认出了娘娘 岁月催人 娘娘的容颜 与昔日必有所差异 应该认不出来才对啊 虽然她没有认出艾家 但她心中必有生疑 否则不会将艾家拦下 而后呢 欣贵王马二将应付得当 方德脱身 大人 虽然郭怀可能起疑 却未必会有所行动 眼前因不治被察觉 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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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请宽心 包枕辉尽量设法 让娘娘不与生人接触 然后静观其变 艾家明白 如今指望 陈灵能尽快回京 以免令声波折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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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为何不走了 公公 请留在车里 不要楼面 你们是什么人 可是冲着我们来的 两位可是包大人坐前 张龙赵虎 请问五位是哪路英雄 有何见教 现空岛无署 奉包大人之命 前来接应二位同返京城 这是公孙先生亲笔信函 请二位过目 这是公孙先生亲笔信函 请二位过目 是包拯从陈州带回来的 是 包大人陈州都政回京 途经草州桥 在天秦庙放告后 就多出了这位老夫人 说是她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 就算如此 包拯又为何将她带回开封 而且住下不走 怎不将她送往卢州老家呢 这位老夫人现在是双目失明 正在府衙里接受公孙策的治疗 哦 包大人回京后陆续有江湖人士进府 后有相聚离开 包拯神理刑案 难免有涉及江湖草莽之事 这倒也不足为观 奴婢还打听到 包大人的坐前四大侍卫中 张龙赵虎已离京多日 不知去向何方 包拯属下出京办案也是常有之事 还有什么 这其他就没什么了 对了 听宫内掌管换级的太监说 包大人曾经去打听过陈琳的下落 陈琳 他打听陈琳做什么 回娘娘 那陈琳自高老归隐之后 就一直再没有消息了 包大人和陈琳素来交好 想必是想去看望他一下 不 不会如此单纯 包拯为何偏要在此时 打听陈琳的下落 这奴婢就不知道了 这奴婢就不知道了 我怀奴婢在 我怀奴婢 传哀家的旨意 宣那老夫人进宫 哀家要亲自见她 是 太后要宣老夫人进宫 正是 是 学生冒昧请问 太后 怎么会知道老夫人在府中呢 包大人的亲眷进京 开封府谁不知道啊 老察 公孙先生是多此一问了 老夫人乃是乡野村府 不识宫中抵御 恐有 冒犯失礼之处 还请郭总 回禀太后 收回成命 免宣入宫 包大人这话可就不对了 太后娘娘宣昭是何等的荣宠啊 再说这一直以下 咱家可不敢顶回去啊 这 郭总管 老夫人双目失明 学生正在为她诊治 此时入宫恐怕多有不便 那没关系啊 咱家在这等候 并亲自陪同入宫 再说了 这宫中有咱家照应 包大人尽请放心 这话说到此 包大人若是还不答应的话 那可就是对太后娘娘的最大不敬了 太后一职 本府怎敢不遵 烦请郭总管稍后 本府前去禀告老夫人 并略述宫中礼仪之后 再随郭总管进宫 那就有劳 包大人了 没有料到 他们真的盯上了太妃娘娘 大人 难道真的无法回避了吗 太后一职 谁敢违抗 太后既然指明要见太妃娘娘 既然是非见不可 只怕是必无可避呀 一旦太妃娘娘进宫 生死便全掌握在太后手中 随时会有性命之忧啊 本府身为外城 若不奉招不得擅自进宫 纵然有心拼死维护 入不得宫又气得奈何 大人进不了后宫 展昭却可以 不错 展护却蒙皇上赐丰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 圣驾当前特许带刀 深宫内院任意行走 倘若展护卫随太妃娘娘前往 任谁也无法拦阻 嗯 的确如此 丹护卫 在 就劳你随时太妃娘娘奉驾入宫 入宫之后 娘娘的安危 就全掌握了你了 属下誓死保证娘娘的安全 请大人放心 好 如今还得劝得娘娘 安心前往谨慎应对 否则 后果仍难逆了 他要见我 郭怀前来传话 如今正在厅中等候 他到底还是找来了 你们说 艾家该不该去啊 娘娘若是不去 恐怕会让对方更加起疑 既然如此 艾家去见他就是 是啊 不过 以学生之见 虽然太后下旨召见 却未必肯定娘娘的身份 还请娘娘尽量掩饰一眼 嗯 宝卿 你说二十年不见 他还能认得出我吗 嗯 臣不敢断言 艾家明白 这二十年来 艾家一直生活在世锦之中 若非见到你们 艾家仍然是一个瞎老太婆 她认不出来的 娘娘委屈了 说不上委屈 若想报仇平反 就得忍过一时 艾家立刻动身 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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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家就安心不少 那就有劳展护卫了 展昭不敢 太后存心摆弄威风 却不知老夫人目不能视 全无作用 就由她摆弄吧 不值得计较 不值得计较 待会儿见面时 少不得一礼参拜 无妨 既然来了 道身就是一介世锦虾婆 太后驾到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御前四瓶带刀护卫展昭 携包大人亲眷赵氏 叩见太后娘娘千岁 二位平身 谢娘娘 都起来吧 此座 谢娘娘 听郭总管说 长护卫执意要陪老夫人一同进宫是吗 回娘娘 老夫人双目失明 又不知宫中礼仪 包大人特命展昭陪同前来 以免失疑失态 包大人也顾虑太多了 哀家既然宣召老夫人来 自然不会介意是否失态失疑 谢太后 展护卫无需再次听我们闲话家常 傅大人家说的话 展护卫未必适合听 包大人再三叮咛 属下不可善理老夫人 所以 没这一说 在哀家这人寿宫 难道还能让老夫人出什么意外吗 要不这样吧 只要老夫人稍有差池 展护卫尽管找哀家负责 如何呀 展昭不敢 哀家不但要展护卫离开 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 一个也不留 全都退下 是 展护卫 你就出去了 既然太后娘娘不担心我老婆的失礼 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 不如到外头青孙自在一些 老夫人 太后不是已经说了吗 如果我出什么事她会负责 你放心吧 包大人他不会怪你的 要不你就在外面候着 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对 你就随时进来瞧瞧不就得了吗 还是老夫人干脆 展护卫如今可还有话说 展昭不敢 既然如此 展昭就在门外恭候 老夫人若有需要 好 请随时召唤 展护卫 你就快走吧 我还急着 要和太后娘娘说话呢 展昭告退 要不肯定是不肯定是不肯定的 我们今天下班 要不肯定不肯定? 好 太后将老夫人宣进宫去了 正是 包拯虽借此婉拒 怎能拿郭怀亲自前来 妇牙接人 只能让老夫人去 这岂不是阳入虎口吗 若是坚持不去 非但坐实了太后之意 而且造成抗旨之事 两相权衡 还是让老夫人冒险 进宫 为防万亿 包拯特命斩护尾随行护驾 有斩护尾随行 两旁也不敢公然造词 但包拯仍觉不同 故而前来请王爷寻一明目 进宫面圣 伺机前往仁寿宫 查看虚实 你顾虑得对 由本王进宫 一确较为合适 你却回府等候本王的消息 多谢王爷 未经许可, 后来 两个人 要不要再护判 并且不顾客 你能让他回头 看看 不顾客 老夫人本姓赵 是 居然以皇家同姓 也是有缘吗 不 太后娘娘 赵是天下第一大县 我是沾了皇家的光 老夫人是包大人的亲眷 但不知是哪一方 哪一脉 我是包大人的远房亲戚 论辈分 我该是包大人的表姨 常言说得好 一表三千里 我和包大人 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 哦 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遇上的 包大人在天奇庙放告 老婆子有个儿子不孝顺 不但不养我 而且还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我一气之下 就告到了包大人那里 谁知道问爱 却问出远房亲戚来 这下可好 管吃管住不说 还把我带到京城 还让公孙先生给我治眼睛 老夫人这双眼睛是 都瞎了十几年了 我也是没福气 能到皇宫里来看看 那是多大的福气呀 可惜我什么也看不见 谁 谁 你 你看得见 哦 原来是郭公公啊 我怎么能看得见呢 只是眼睛瞎久了 我的耳力变得特别好 我是听见有人在我身边 咱家是给老夫人递茶的 我哪能担当得起呢 听说郭公公是后宫的总管 那可是个大官 我老婆子怎么担得起 让郭公公为我倒茶呢 我老婆子 真是罪过呀 老夫人是太后的贵客 咱家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奴才 服侍老夫人是咱家该做的 那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了 你也别客气 你确定不是姓你 你 太后娘娘说笑了 这姓怎么能乱改呢 太后娘娘 你怎么会觉得 我姓李 只因你和哀家 多年前的一个姐妹 长得十分相似 是吗 哦 我明白了 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 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 长得像 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 那娘娘那位姐妹 上哪儿去了 她在二十年前 不幸去世了 可是哀家始终觉得 她没有死 那我相信 娘娘和那位姐妹的感情一定很好 不错 哀家与她情同亲姐妹一样 你是怎么知道的 嗯 很简单嘛 人都死了二十年 娘娘还觉得她没有死 甚至还觉得 她随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娘娘和那位姐妹不但感情好 而且 娘娘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的 要做娘娘的姐妹 那得积多少应得 我一个乡野村妇能长得有点像 已经是上辈子积来的 不过能让娘娘看看我这瞎老婆子 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 对我来说 已经是天大的恩宠 你说得没错 你的确让哀家了解思念故人之苦 谢谢 自你登基之后 所作所为均不是规矩 有为有守 没有令人失望啊 那是父王在年幼之时 教会之功 孩儿一直不敢稍有怠慢 只是父王甚少入宫 孩儿也未能成婚定性 善尽人子之孝 你我虽为父子 但是依照朝廷体制 如今却属君臣 若是经常往来走动 反而不妥 就维持现状吧 只要你一切安好 我就放心了 父王不愿入宫 还是儿臣回府探望吧 也好随时向父王请议 那就随你吧 不知太后清醒如何 郭怀来府中求药 以致失眠之症 不知太后 是否已经开始服用了 太后日前受失眠之苦 孩儿记得幼时 父王偶以安神路 驻孩儿入眠 故儿拆过怀前去求药 打扰父王 害望父王恕罪啊 谈不上打扰 不过 你对太后的关怀之情 颇让人称许呀 生育养育皆是恩情 孩儿不敢望父王的生育之恩 亦不敢望太后的养育之情 你有此想法也算难得 安神路虽可助眠 却不宜多福 既然进宫了 也就顺便去看看太后 也好当面嘱咐 孩儿也正要去探问 太后服药成效如何 父王何必一起前去 如此甚好 来人 奴婢在 败驾仁寿宫 是 老夫人请用点点睛吧 行 谢谢 别见外 来 吃一点吧 这是哀家特地为你准备的 谢谢 哀家相信 你一定喜欢吃 来 这叫心怀蜜 用杏仁 槐花 和蜂蜜调制而成 是当年哀家那位好姐妹 最创的甜点 好吃吗 好 妹妹 姐姐来 我们去吃点心去 哎 来 来 坐 妹妹 你尝尝 哎 你要研制了新的点心 是啊 是我刚研制出来的 当然要请妹妹第一个场 嗯 嗯 好吃吗 嗯 有淡淡的花香 嗯 有点苦涩 不过丙心确实甜的 真的很好吃 你是怎么做的 这是午夜初开的槐花 带皮的杏仁 再加上断花的蜂蜜 用栗子面揉合以后 再烤出来的 这么好吃的点心 有名字吗 有啊 采用食材的名字 就是 姓怀蜜三个字的谐音 心怀蜜 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 心怀蜜 嗯 姐姐 是不是要献给皇上的 不 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 为什么 因为 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 我们刚进宫的时候 就像初开的槐花 洁白美丽 而在宫中的日子 就像杏仁一般苦涩 不过只要我们安心地待在宫里 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的宠幸 往后的日子 就会像蜜一样甜 姐姐 姐姐只教给你做法 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 记住 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 永远的秘密 嗯 从此以后 哀家学会了做这酥饼 二十年前 当哀家那位姐妹过世之后 哀家才下旨宫中御厨学着做 可是这心怀蜜 只给哀家一个人吃 甚至连皇上都没有尝过 因为哀家曾经答应过她 这是我们俩之间 永远的秘密 我俩之后 你 你 你应何调类 你 我 你应不得当头 没有 没有 哀家亲眼所见 怎说没有 我 太后娘娘 对二十年前的姐妹 还如此的怀念 真是令人感动 老婆子天生就爱哭 就连听人说书 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让娘娘见笑了 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 如今故事说完了 老夫人也哭过了 现在可以吃点行了 这点心 娘娘一向是 不给别人吃的 我老婆子 拿来这么大的福气享受 因为你和我那姐妹 长得实在是太过相似 直到现在 哀家都认为你就是她 короче热爱你 你怎么会没奔心 马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展昭叩见皇上 巴王爷 展护尉平身 谢皇上 展护尉为何会在仁寿宫外 展昭陪同包大人亲眷赵氏 奉太后一旨进宫 太后宣老夫人进宫 展护尉为何不在一旁陪伴 太后与老夫人闲话家常 明展昭在宫外候命 那就随朕一起进去吧 谢皇上 娘娘怎么不说话了 哀家想仔细地看看你 我一个瞎老太婆 有什么好看的 娘娘就别再取笑我了 哀家要仔仔细细地看清楚 你究竟是姓赵 还是姓李 皇上驾到 奴婢召见皇上八王爷 平身 儿臣参见母后 望母后病体早育 免礼 皇上来仁寿宫 怎不先通知一声 八贤王又怎会连媚而来 父王得知母后患有失眠之症 特来探望 自从哀家迁进着仁寿宫 八贤王可是头一回来 惭愧 本王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太后 没想到却失了君臣之礼 还请太后恕罪 千万别提什么君臣之礼 八贤王乃是先皇御帝 又是皇上的生父 既是一家人又何必拘礼呢 你能来看看哀家 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多谢太后不罪之恩 本王是来提醒太后 那安神路虽可助眠 却不宜福之过量 否则恐对凤体有伤啊 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 哀家感激不尽 这一位就是包大人的亲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得多想得开 别爱叫脚 花红大地开口笑 我朋友要比多丑人好 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 真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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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总会被看到 不需要 急着让别人知道 种成果 种感情 有一才是宝 成果人情暖暖最明亮 现在将谁下瓜研制过错 人会好心又好抱 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 自己快乐吗你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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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快乐吗你就好